哈囉大家好我是姜榮 今天我會拍攝我整天的生活 然後focus在台大的防疫措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vlog吧 好那我現在就是順利抵達我工作的那個教學館 這個感覺蠻不健康的 但是因為我今天特別想著花生 所以我就買了 那我現在要去教學館裡面 我們現在教學館都是採用單一出入口的方式 然後進去的時候都要B學生證 還有要量體輪 它會有一個紅外線的檢測儀 那我們就去看看現在找怎麼樣吧 這些就是原本可以走的小門 現在都不能走了 所以雖然有點不方便 但是要單一出入口就必須要這樣 現在就是要去跑公文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看看那行政大樓的防疫是長什麼樣子的 然後順帶一提 右邊這個是現在新的腳踏車U-bike 2.0 在校內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據點 其實還蠻方便的啦 這個貼紙呢就是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數字跟不同的顏色 貼了這個之後你去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就不用再量體溫 這就是證明你現在體溫是ok的這樣 剛剛給教務長簽完蓋完帳了 那我現在就是要去總務處的出境主委 那我剛剛就是跑完全部的流程了 那剛剛他就是沒有要讓人進去 那我剛剛就是跑完全部的流程了 在那個窗口就佈置了好多個資料夾 就分不同的學院這樣 那他後來就跟我說之後如果還要送公文的話 就直接放在那個格子裡面就好 就可以避免人緣接觸 這裡原本是四通八達的 就是哪裡都可以去 現在都封起來了 好 這裡有兩隻小寶貝 這是小乖 然後還有眉毛 他們是很好的朋友 去哪裡都會在一起 好的 所以 看一下這是什麼 然後有一些注意事項 還不錯 因為你在電梯就是會想要看自己 但是你就會看到他 好 現在時間是十二點十分 然後我已經下班了 現在準備要去吃午餐了 好 那我現在就到了我們學校的福利社 小福樓 那我等一下就上去 然後買個便當吧 你可以看到這些椅子 其實都已經不見了 一桌就只能坐一個人 那就是 社交距離吧 我想 而且它跟那個地板長得一樣耶 因為昨天就說 就是要看你的桌子 好 哈哈 然後我吃的是 椰香咖哩飯 就是一個 就是咖哩飯 好我們現在要去幹嘛 吃點心 哈哈哈哈哈哈 結果我們現在就要去買飲料 本來說還要運動的 現在在那邊 真的是 受不了他們 哈哈 哈哈哈哈 好OK 本來打算要來運動的 但是既然沒有來運動 我就 還是來拍一下我本來要拍的東西 那 就進 體育場看一下 體育場 這邊是籃球場 籃球場 然後 然後 網球場 好 我所說的破口其實就是這邊 你看 在這邊它用三條封鎖線 把它封住 可是其實我如果從這邊 這個門進來的話 其實都沒有任何防備 就可以直接進到體育館 所以 這裡就是一個 我想可能也沒有辦法防吧 因為它畢竟它實在是 它就靠大馬路 然後這邊又是停車棚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希望不要讓這裡成為 校園的防疫破口 那就這樣 我要去找我同學了 掰掰 這裡 熱騰騰的 4月15吊水園 但是這邊 還是一樣 停滿了車 還有我的 阿子 趕快帶他走 不然他被拖去水園 我多麻煩啊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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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已經回到宿舍裡面了 那我從三月初開始就在進行一個小活動 就是每天回宿舍的時候就爬樓梯 爬到我的宿舍的房間 就是在... 那至今就是我只要有待在台北的時候 我都沒有斷過這個 所以我相信它已經成為一個習慣 每天多消耗一點熱量其實是好的吧 就是會有點喘啊 而且有時候走到中間就會覺得體力好像真的不行了 可是... 就還OK啦 休息一下好了 現在五樓 四樓跟五樓中間 好那我在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呢 我就會開電腦然後看一下我的信箱 這裡可能就會幾封重要的信 比如說學務處的一些活動啊 或者是老師們級的信 然後我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把它全部都仔細的看過一遍 希望自己不要漏掉一些資訊這樣 好 那我收完信之後 我現在就是要來看我的線上課程 因為我前幾個禮拜 就是我都沒有準時看課程 但是我今天覺得 我一定要準時把它看完 好的 我剛剛看完一個多小時的影片 現在準備要睡覺了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拆大防疫VLOG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幫我訂閱一下 那今天就這樣啦 下次再見 掰掰 然後咧 上面他還沒有內容 哈哈哈哈 就這樣吧 掰掰 不是那不是要拍防疫嗎 我...防疫 首先不好意思 請問你們現在在這裡幹嘛 熱課 沒有上課 是線上課 那線上課為什麼要一起上課 誒 我從哪邊來的啊 這裡蠻漂亮的 好像在玩什麼探險遊戲喔 我還去巡迴我失落的腳踏車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系統 就是可以直接在這邊就可以 申請你想要申請的東西 比如說成績單啊 然後你付錢 那就可以直接從這裡出囉 好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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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